新泽西它其实面对着曼哈顿 这到下午的时候 西边下来的阳光 照在曼哈顿的城市 所有的Building上面 它看起来就像撒上了一层黄金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海岸 与曼哈顿一和之隔的新泽西州 New Park新港市 在过去数年人口激增 不少曼哈顿的上班族和本地家庭 选择在这个环境优美 交通便利的水岸社区安家落户 本期的安家纽约 带您走进这里最新开发的 景观公寓Park & Show 博岸 博岸你取其名 博这个字它就是在水边 那但是我们虽然靠河境 但不完全是在水边 所以又取了岸这个字 所以它其实是完完全全地形容了 Park Shore这个岸子 它在的地位没知 博岸有两栋建筑构成 较低的一栋名为Show House 七层楼高 71个单元 有一居室和两居室两种户型 较高的一栋名为75 Park Lane 37层高 358个单元 户型更加丰富 大楼的开发商中介美国 致力于打造品质一流的建筑 为这个水边景观项目 进行了周全完美的设计 这个大楼结构是完全滚泥土灌浆的结构 最会比一般的钢筋水泥的结构要来得坚固 它有防飓风和防淹水的处理 因为我们离水岸边很近 所以两个大楼的地基是垫高两英尺的 大楼的周围有做了隐形的防水墙 所以永远不需要担心会有淹水的问题 大楼采用的玻璃木墙 造价是传统材料的三倍 防水 防震 保温降噪更加有效 开发商和建筑公司也使用了水泥灌浆 代替普通的分隔墙 达到完美的隔音效果 大楼目前已经封顶 为了更直观地体验水岸风景的魅力 我们登上了顶楼观景平台 从顶层望出去 哈德逊河静静地流淌 马哈顿天际线一览无余 脚下则是蓬勃发展的新岗市 有着140年历史的知名澳大利亚建筑设计公司 伍兹贝格负责两栋住宅的设计 匠心独具打造大楼结构 最大限度让更多的住户 可以看到哈德逊河景 而除了欣赏河景之外 大楼的住户还可以享受楼内齐全的设施 超过2万平方英尺的公共空间 包括一个位于19层 面朝曼哈顿的户外观景台 小型高尔夫球场 健身房 多媒体影院 儿童游戏室 品酒室 以及泽西室 唯一一个室内温水游泳池 是个温水游泳池 因为造价特别的高 所以很多开发商在做开发的时候 都把它省略了 但我们却不省略 那这个能够提供居民 四季都能够享用游泳的一个设施 尽管用料精良设施高档 大楼的物业管理费却十分合理 那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 在高楼就是在park lane里面 是八毛三一平方尺 在小楼shorehouse是七毛三一平方尺 所以打个比方的 如果维护一个一居室 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 大概可以控制在五百块到六百块之间 我们的物业管理费 在这样子的一个大楼结构下 它是包括了冷暖气 冷热水 还有煤气的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大楼所在的新港市 也变身成为成熟便利的社区 大楼面对的就有一个休闲公园 公园内有泽西市唯一的人工沙汤 而咖啡店、餐厅、美容院和超市 都在咫尺距离内 更为重要的是 虽然近几年新港市 越来越成为宜居社区 但这里大部分都是租赁公寓 而博岸是近十年来 第一个全新开发的产权公寓 且在价格上具有优势 我们的价格优势就是 不计成本的盖 然后盖出超豪华大楼 但是还是要因应 现在市场的价格来做销售 那现在我们的均价 是一千美金一平方尺 比起曼哈顿的 同样的大楼的等级 只有三分之一 品质出众的博岸 在建筑风格上有什么特点 室内装潢又会带给您 怎样的居住体验 下一集 我们将继续带您了解 豪华景观公寓 博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